朋友们 大家好 晚上22点20分了啊 给各位请个晚安啊 早午晚啊 都给朋友们请安啊 这个侃爷啊 就是有理有妙啊 是吧 亲切热情啊 周到是吧 理多人不怪 是吧朋友们啊 这个 竟是大哥大姐们啊 兄弟妹妹们 这个耍贫嘴啊 耍贫嘴 砍大山啊 白花蛋啊 吹牛 摆龙门镇啊 这个 给大家讲讲中央办公厅吧 中办吧 是吧 这个中国最有权利的三个办公室 三办啊 这个有凉拌啊 有凉拌 凉拌菜啊 这个上八个凉啊 八个热菜 四个凉菜啊 最有权利的啊 中央办公厅 中办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 中央军委办公厅 军办 这三个单位 原来啊 还都是我的客户 曾经啊 曾经都是我的客户 这个 跟大家聊聊这个 中央办公厅的话题啊 这个 这个话题 这得聊 能聊五十期吧 至少啊 这个咱们先说一小段啊 这个 机要 中办啊 中央办公厅 机要通讯局 啊 机要交通局 负责传送机要文件啊 这个 机要通讯局 这个机要交通局啊 就是那个送文件的啊 送机要文件的 这个机要员送文件啊 机要交通局 则负责高层的两个电话系统 嗯 这个机要交通局啊 应该他的下属单位 叫中南海电话局 中南海电话局的行政处的处长 是我们老家人 是我们老家 我妈的老家啊 我在那生活过 河北仁秋 是那的人啊 当然了 这老头 今年也快八十了 啊 早退了 早退了啊 这个当年我见过他 还见过他手下几个人啊 到我的办公室来过 跟我谈 他是来考察我 要我点货呀 什么的啊 后来没要 是吧 可能看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民间的 但是中南海其他的有三个单位都要过我的货啊 中央军委还不在中南海里边 中南海里边我要过货的三个单位 这个其一 他说啊 两个电话系统 机要通讯局 其一是保密电话系统啊 因使用红色外壳的电话 又被称作红机电话 这个是程博士 程晓鸣博士的一篇文章啊 但是他说的不是那么确切 不叫红机电话 内部没有这么叫的 叫红机子 红机子啊 有一年 我想想啊 有一年十多年前吧 国防大学还是军科呀 军事科学院 我现在记不得了 不是那个国防大学 就是军科 应该是政委的办公室 他们上将嘛 啊 都是上将军衔 他们都有直通中南海的啊 还有他们彼此之间啊 够级别的 省部级以上的啊 这个都是红机子电话 他一个办公室有好几部电话 有红机子 啊 一个上访的人 上访的人啊 也不见得是外边的人 外边的人不一定能进 像国防大学一号院啊 像这个军科大院 他们进不去 一般不太容易进去 他们内部 军队内部照样有上访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维稳 这么困难啊 对吧 军队内部有的时候因为住房问题 因为要不要让你复原 你想留下来 他们不想要你了啊 关于这个升迁的问题 什么工资的问题 老婆随军的问题 他好多 所以他们也有上访的 那军队不是铁板一块 要是铁板一块 怎么会出现那个通线 其实不是通线 是朝阳区 快到通州巴里桥了 阳闸 姓阳的阳 水闸的闸 那过去是个闸 通汇河 元大都 大运河 明清曹运 那是个闸 阳闸 所以为什么有那田明健 那河南人 这又是河南人哈 这个田明健 就是河南老乡啊 河南地 是吧 开着枪 把团长政委都给毙了 不让人家有孩子 有儿子 是吧 就给 跟你拼了 是吧 跟你鱼死网破 引发了建国门的枪战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个军队照样有上访的 而且矛盾很深 这个我的书白大掰 我的唐掰 唐伯 是1938年参加八路的 抗战干部 也叫三八干部 他的儿子闺女好几个 都是当兵出身 后来他是内蒙古 一个要塞的司令 就是一个团级干部 后来是锦州军分区 辽宁锦州军分区 副司令 副师级干部 他有个闺女叫小丽 来过我们家 小丽说呀 他就知道一个军队的事 那还是我小的时候 我那会七八岁吧 可能 爷爷奶奶都还活着 他来 这个 有一个军人 因为不满 不知道为什么不满 他说过 我不记得了 那时候我小 然后在全连 全连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然后那个身上子弹大 子弹架呀 装满了子弹架 装满了子弹 还拿了好几颗手榴弹 拿冲锋枪扫射 后来可能子 那个枪卡壳了 然后那个跑到山上 其他人追过去把他杀了 然后他说那个食堂里边 那流的血呀 都这么厚 全是人的血 那死了起码几十个人吧 这种事从来没人说 还有的广东湛江一个军港 中国造的最新型的导弹驱逐舰 1978年 那会跟越南已经紧张了 一开始还以为是越南特工给炸了 就是一个四川兵 原来是兵 后来提成干部 就把老家的未婚妻给踢了 不要了 老家未婚妻因此而自杀 然后部队说 那你要这样 我也不要你 你滚蛋 这哥们就把那个武器舱给炸了 那艘船当时就值几千万 按现在得值几十亿 上百的他的战友官兵全死 全炸的都成块了 一块一块了 是吧 还有的军队 有的国防工程 山洞里边都挖空了 国防工程 有的是军火库 武器库 那老兵 你非让他复原 他不想回农村的家 对吧 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致富的门路 回到农村就完了 就是中庄家去了 对不对 一辈子修理地球 有的老兵想不开 也把这个军火库给点着了 炸了 这种事都发生过很多次 是吧 你地方的人一般不知道 是吧 因为我为什么知道 我伯父是三八干部 八路军 他的亲弟弟 我堂叔 国防大学 外事训练系的 营防建设处处长 我亲姑父 是第二炮兵司令部 作战部的 是吧 他是最后是大校 中国卖给沙特阿拉伯导弹 我三姑父还去沙特了呢 去了半年多 出差了 是吧 这我们都知道 好玩吧 是不是 有人说我是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水平 就跟着胡喷乱砍 你出租司机 他聊不出这个来 他们才是 叉叉叉我就不骂人 是吧 尤其最近这个15年以上 最近的15年20年 北京的出租车 都是平谷的 密云的 门头沟的 怀柔的 严庆的 一说话都是弄不机密 机密 都查哈尔方言 是吧 平谷是四不像 对不对 你要说顺义人 昌平人 大兴人 这都算近的了 是吧 他说话能听得懂 大不了说我哥哥 他说我哥哥 是吧 回家 他说家走 啊 这基本上差不多 再往远呢 口音差很多 他们对北京城里边的这个勾勾砍砍 这里边的猫腻 这里边的套路 他们不知道 是吧 我这知道 我是 是吧 咱们这个土生土长的 生根长芽的 嗯 是不是了解 好了啊 你看说这个 红机电话 这个 程晓农博士 他是个学者 他说话都中规中矩 北京人真正门清的 没有叫红机电话 红机子 哎 他说主要安装在部长级以上的 就是省部级吧 那军队到哪一级 我不知道 估计少将有没有 我不知道 中将上将应该差不多了 啊 哎 有单独的四位数的电话号码 说这个四位数的电话号码 另一个电话系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980年代一直被称为三九局 他的七位数电话号码的前两位数是三九 啊 他说这个就叫北京管这个叫中南海局 没有叫三九局的就叫中南海局啊 但当然你要都是电信口的北京市电信公司啊 就是过去叫电话局电信口的可能内部叫三九局 北京市啊 他分好多分二局三局四局五局六局七局八局和九局 我跟大家说说二局 比如说二五六二五五啊 二五七二五八 这个二局在哪啊 在海淀区的偏北 海淀区偏北啊 中关村那边都是八 中关村南边 那个那个白石桥这边 紫竹院这边啊 这个这个车工庄百万庄 这个这个官员啊 这一带都是八局啊 什么八三七啊 八四一八四二啊 这什么八三八呀啊 八三一这都是八局啊 这个二局海淀区偏北 这是二局啊 然后各大部队大院啊 还有一些新华社北京市委 中南海这有单独的局 包括北京市的交管局 公安交通管理局 他们叫什么 有专电和试电 专电就是专门电话 这个专门给这部门的 专电像北京市 这个交通公安交通管理局 这些交警 我都知道号 他们两种电话 比如说和平里交通队 他是和平里 像我们那 是六四二一六四二二 六四二三四局 他们一个号 还有这个交警系统 还有一个号 有好几个交通队 都是我的客户 西四六部口 公主坟 东外 东智门外 和平里 这个亚运村 原来都是我的客户 还有中央领导人 国家的领导人 出来 比如说去机场 做专机 回来 或者去任何一个地方 北京市内 比如说视察 有一个交管局特勤处 交管局特勤处 也是我的客户 有一个姓张的 是我们街坊 然后交管局特勤处 还有两个队 两个直属队 西边的就在交管局 就在这个特勤处 跟他们在一块 然后他就是俩队 上面也得弄个处 这就是官 这就是位置 这就是乌纱帽 层层控制 层层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彼此信任 还有一个队在哪 东城区交通队 东城区交通大队 过去叫现在叫交通支队 大队下边有中队 现在给他们升了 都叫大队 就原来的我们都叫中队 什么东四中队 和平礼中队 率府员中队 什么东丹中队 率府员 哎 就是那个过去 国共谈判 马歇尔 张志忠 周恩来 那个那个 那个蓝色三环 军条处 军事条处执行部 军条部哎就在率府员 就是哪啊 协和医科大学 协和医学院 现在的协和医院就在那 在那有个率府员交通中队 然后特勤处有个队 跟他们在一块办公 哎 就东边领导人从东边过来 这个队出去 哎 西边 由西边那个队负责 哎 这我都门清 哎 然后啊 咱们再说 这个二局 就是海淀区北部这一带啊 然后呢 到三局 三局是哪啊 宣武这一带 宣武和丰台 什么白纸峰啊 广内啊 广外啊 什么丰台镇啊 是吧 这个像广安门这一带 宣武这一带是六三三级 比如说六三三六局 三三六局 那到丰台那边 比如说六三八一 三八一局 哎 他不一样 什么五路局 啊 什么玉泉营 菜红营 啊 到南园 就是七局了 是吧 咱们先说二局三局 四局 四局就在我们家那 和平里电话局 就叫四局 就是挨着煤炭部 煤炭部游儿园啊 这煤炭部游儿园 煤炭部机关食堂 这都是我客户啊 是吧 四局 就负责哪啊 和平里 这一片啊 南边到东四 啊 到北新桥 交的口 哎 这一带啊 别到美术馆 到美术馆 啊 那就是五局 美术馆后身 啊 什么黄米胡同 石锦花园 北极阁 大佛寺 米 这个什么 啊 是吧 北兵马斯 这都是四局 哎 当然和平里更别提 对不对 还有朝阳的一部分 啊 朝阳的一部分 往东 往东 比如说香河园 东志门外 左家庄啊 老国展 三元桥 这都是四局 到望京也是四局 望京是六四七级 六四七一七二 七三七四七五七六 六四七级 这是望京啊 是吧 到首都机场 又是六四五六 六四五六多少多少 啊 六四五七多少多少 首都机场 首都机场 还有特殊的邮政编码 100621 亚印村 100101 望京 100102 还有各大部委 什么全国人大 哎 各大什么什么财政部 这都是特殊的邮政编码 这我都门清 基本上我都知道 哎 然后这是四局 五局 就是城里那一片 东单 什么六五一二 六五一三 是吧 东单呀 什么这个台机场啊 什么天安门这周边呀 是吧 然后往南 到重文的一部分 这都是五局 六局 六局 我看看啊 六局 六局是军队啊 详细的 我就不说了啊 七局 就是重文那边 重文 偏东南 重文的一部分 然后再辐射到朝阳的一部分 比如说什么 这个南墨房啊 什么北京工业大学 北工大的双龙南里啊 什么18里店 南墨房啊 啊 什么这个这个 呃 整个重文区吧 再加上朝阳的进松啊 什么龙滩湖 这都是什么六七 一一啊 多少多少 这边七局 八局 海淀的一部分 海淀的 比如说这个什么 这个车道沟啊 什么那个北京气象局啊 然后四季青啊 这边都是八局 然后那个石井山也是八局 但是他又不一样 什么六八八七多少多少 我看啊 石井山的八和海淀的八 我也能分辨出来 哎 九局 九局就是郊区 各远郊区线都是九 但是都是九不一样 比如说顺义 六九四五六九四六六九四四 哎 他后边九完了之后 再能分出来 顺义 平骨 怀柔 蜜云 昌平 延庆 门头沟 大兴 房山 又都不一样 是吧 然后至于北京的军队 啊 打电话来 因为我客户多呀 打电话来 我一看号 我就知道 海军的一个号 空军的 第二炮兵的 哎 武警的 哎 武警 也有他们的专线和试电 就是比如说 武警总部不在西三环吗 哎 他们的总机 有的就是六八多少多少 这就是他方便跟地方联络 军队内部打电话 军队叫军线 啊 我刚才说交管局的和一些政府机关的 那叫专电 专电和试电 军队呢 有地方线和军线 是吧 像我们一同学 总证的 他妈后来在那个广电部电影局办公室主任 他们家够级别了 给装两部电话 一部军线 总证的线 一部地方线 哎 是吧 所以这电话都不一样 啊 反正你像我的客户 空军 小汤衫招待所 是吧 像总参动员部什么的 你看邓小平的那个秘书 大秘 邓办主任 王瑞琳 是吧 原来在总参动员部 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职务部高啊 当过 总参动员部就是我的客户 他和那个国家动员办公室 国动办是一码事啊 总参动员部的那个军需处 啊 那个军人食堂 还有国动办的招待所 原来都是我客户啊 三十九局 对 现在叫三零九 因为后来号码多了 啊 这个北京刚解放的时候 所谓刚解放 一九四九以后 电话号码四位数 那会儿整个北京也没多少电话 那能有电话的人家 那太牛了 那绝不是一般人 都是非富即贵 后来五位数 六位数 啊 我们小的时候 电话一开始是六位 啊 我有印象的时候 八十年代 后来到九十年代左右 变成七位 后来应该在两千年之后吧 又变成八位 就跟手机似的 啊 我第一部手机 花了两万九人民币买的 啊 两万九 然后九三年 八位数 后来变成九位数 十位数 后来又十一位数 是吧 这个变化也是很大的 新华社 是三零七 中南海 三零九 啊 我一看 因为新华社 我有好多客户 新华社 一共那个机关单位 有六七千人 在北京 然后其中有两千人左右 是我的客户 他分很多部 国内部 国际部 摄影部 什么新闻大厦 餐厅 啊 什么这个 这个什么新闻大厦 管理处 什么办公厅 啊 还有什么这个 呃 半月谈杂志社 中国新闻学院 什么中国公共关系学院 啊 这个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 中广联 中广联也是新华社的 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 中广联 什么新华社的印刷厂 新华寻呼台 他全是我的客户 当年啊 那个令计划的弟弟 令完成 化名王成 不就在新华社吗 好像叫中广联 好像当个总经理之类的 他就都是国企 是吧 新华社有他的资源 当然现在他的资源 改革开放以后 市场经济在弱化当中 对吧 北京市委是308 基本上啊 当然北京市委也分地儿 他也不是都在市委大院里 他还有其他一些单位 一些下属单位 分散在很多地方 是吧 基本上是308 你一看打电话308局的 是吧 这就是北京市委的 还有说这个保密电话 这红机子 我都接到过 他们给我打的电话 实际上他们是淘气 都是一些小科长 小处长 或者是一些那个 甚至有的就是当兵的 就是个志愿兵 你看他们给我打电话 原来那个中央军委办公厅 给我打电话 跟我要货 军需处和那个军人服务社 就是一部分是给 这个军官过年过节 八一节什么的发的 一部分是平常卖的 打电话 我一看 这号码 有的时候是显示出一个号来 显示出一个号来 他打给我 我能接 但是我打过去 显示 此号码不存在 还有的那个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 邓朴方那个中国残联 中国残联那个机关服务中心 那个采购科科长 他我认识 是我的客户 他有时候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 红机子给我打 然后显示 一串 八个还是九个 都是零零零零零 他给我打 我能接 但是我用我的 比如说大哥大 那会我是那个大板砖 摩托拉的 打过去 打不了 接不了 就通不了 通不了 就没这号 所以人家是有自己那个系统 他打给你行 你给他打不行 这就是特权 这也是保密 是吧 你美国也有吧 你比如说这个军队的那个保密电话 保密的内部的通讯网络 你也不能随便一个人 就能跟人家毫无障碍的连通起来 对不对 就这点事 好吧 朋友们啊 就关于这个这些电话的事 是吧 我说中南海里边的事 我能聊五十级 一点没吹牛 是吧 咱全能聊 全门清 还有这个北京的各个大宅门 这些副总理以上的人 大概其 是吧 他们这大门朝哪开 庙门朝哪开 有的时候说你烧香 你找不着庙门 是吧 咱们起码能找着庙门 是不是 咱们就是说 即便有人说 你出租车 开滴滴的 是吧 滴哥 你这个满嘴胡喷 是吧 那你随便来个人 你喷一试试 你喷不了 是吧 也有人挤着我 哟 说你这个怎么怎么的 是吧 那你喷一试试 你聊一试试 聊不了 是吧 我这个我跟你说啊 全世界啊 大家 全世界在中文这平台上 最适合这个 看大山的 是吧 这个聊这些东西的 也就是我 是吧 而且我有热情 是吧 能挣点就挣 挣不着 我还聊 是吧 乐此不疲 是不是 而且我的表达 比较接地气 比较通俗 也比较亲切 具备亲和力 是吧 我跟人之间没距离 是吧 有的人又端着 西服隔履 染着头发 是吧 说着文邹邹的话 是不是 咱们这人不装 有什么要装的呢 是吧 您是谁啊 您 是吧 这国家领导人 我都 是吧 国家领导人 我没见过 国家领导人身边的这些 啊 这些官员也好 这些办事人 好多 是吧 说白了 中南海里边那些人 我给送点礼 也要 都要 都是人 是吧 我是小买面 没送过众礼 是吧 你稍微送点 人家也乐乐乐呵呵的 东北话就乐呵了 是吧 都这个 你不送 不送 不送 你不懂人事 是不是 不代表你送他多少东西 有时候 那东西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是吧 北京有句话叫什么 说瓜子 不保 是人心 对吧 你心里有他 就跟那个被枪毙 那个重庆的公安局副局长文强 说的似的 逢年过节 谁他妈给我送礼 我不记得 谁没送 我记得样的 是吧 你不信就要 你不信就要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你不信的 你不信就要